這幾天比完冬奧賽事的台灣選手以及教練團 也都陸續抵台 那當然他們要遵照台灣的防疫措施 指揮中心還特地訂下了兩套反台檢疫標準 封城有打疫苗跟沒有打完疫苗的版本 像是如果是打完兩劑疫苗得到 如果沒有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話 就必須要住檢疫旅館14天 那如果是打完兩劑疫苗 而且是期滿14天以上產生保護力的人 則是進行加強版的自主健康管理 這回只限冬奧的選手不適用一般民眾 但是還是有國內醫師建議 選手入境的時候還是都要做一輪PCR檢驗 比較安全 為國出戰東京奧運的18名我國好手和教練們 28號反抵台灣 博友別出發前選手搭經濟艙引發外界嘩然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 這回他們回國會搭乘商務艙 外界好奇這樣會不會違反防疫規定 選手和教練們回到台灣的防疫流程和動線 都有特別規劃 更喊話大家看到選手回國後 不要一窩蜂往前擠 要留意保持社交距離 至於選手們回國後的檢疫措施 則分成兩種模式 如果是沒有完全接種完兩劑疫苗的人 得入住檢疫旅館 進行14天的居家檢疫 但如果是已經接種完兩劑疫苗 而且期滿14天以上產生保護力的人 也得進行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不過這僅僅限於東奧選手返台 不是用一般民眾 對此醫師認為即使是這樣的防疫強度 還是不太夠 全國開心迎接東奧台灣選手回台的同時 防疫措施也不容馬虎 就是要確保防疫零漏洞 記者送不到